哈囉 大家好 我是Stevenny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要到佐藤健的LINE了 歡迎你們回到講日文的台灣女生的頻道 我會在這個頻道分享 實用有趣的日文 還有我的口譯工作日常 那今天呢 就像剛剛講的 我要到佐藤健的LINE了 那我相信很多人聽到這句話 一定會覺得 他怎麼可能亂說 其實這句話呢 半對半不對 因為他其實是佐藤健的 官方帳號 官方的LINE帳號 但是他實在是太會去 策劃這個LINE的帳號了 導致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擁有佐藤健的個人的LINE 所以就是 想要在這邊推坑大家 就是不管是少男少女 都歡迎你們也去加入這個LINE 我真的覺得 你不只可以學到 怎麼撩女神 如果你是男生的話 或者是你有心理對象的話 你可以學到怎麼撩人 然後你也可以就是 像我 一樣就是每天都覺得說 欸小鹿亂撞 好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就是佐藤健他有一個官方的LINE 然後就叫做佐藤健 大家可以去官方的LINE去搜尋一下 那自從我加入他的LINE之後呢 我就常常會在就是滑手機啊 或者是 或者聽到 然後手機響 然後我去看 然後手機一看起來就是這個畫面 佐藤健跟我說 我去吃個飯 我去吃個飯 我就覺得 好 你慢走 就是他講的話啊 他不會像是一般公司的LINE 會說 欸 活動告知 幾月幾號我們有什麼活動喔 這種就是 一看就知道是很官方的LINE 他的那個 LINE的設計啊 他就把這個名字 只放他的名字 然後他的講話的內容 他的第一句話永遠都是 非常的日程 然後而且是第二人程 就是感覺他就是 真的在跟你講話一樣 所以每次他那個LINE 一上來我都會被打到 呃 好像他真的密我了一樣 那我們來詳細看一下 他會密什麼樣子的內容呢 比如說2月2號的時候 他就會一早就傳 喔哈喲給我 而且他還是 本來是 喔哈喲嘛 會有一個 嗚的長音 但是他把這個 嗚拿掉 所以他就是 喔哈喲 就是一個 很 口語 然後很像佐藤健會講的話 然後而且他還會使用一些 就是 我是佐藤 這樣子的貼圖 就很Q欸 他有很多佐藤貼圖 然後 這樣是2月3號 你們看他就說 明天9點半 我會打電話給你 欸 他說的這個 就是 過9點半一點 就是明天過9點半左右 我會打電話給你 然後這個line也是 他當作一跳上來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說 好 我等你 的感覺 好花痴喔 天哪 然後 他也會說什麼 じゃあしたね おやすみ 那明天見囉 晚安 然後傳一個笑臉 就覺得 真的是男友 或者是像 1月29號 他是說 昨天はありがとう ね 楽しかったよ 他這邊也是用了一個口語的 就是本來是 ありがとう 會有拉長音 然後他也是把長音拿掉 就說 ありがとう 這個也是 日本的年輕人朋友之間很常會這樣子講 然後就說 昨天謝謝你啦 我玩得很開心 楽しかったよ 大家可能不知道 那個楽しかった 他是一個怎麼樣有魔力的一句話 他其實就是 日本的不管是情侶啊 或者是朋友出去一起玩之後呢 他們常常就會傳這樣子一個 道謝的短訊息說 欸謝謝你 那今天我玩得很開心 這其實算是日本蠻常見 蠻基本的一個禮儀 就是如果出去玩之後呢 就會跟對方在結束 各自回到家之後打個招呼這樣子 所以他就是用仿照那個精神 你知道嗎 他就說 欸昨天謝謝你我玩得很開心 昨天雖然我們沒有做什麼 但是你就會有點像是跟 跟他去約會了的感覺 然後現在傳這個 佐藤嬉しい 佐藤很開心的這個 就是怪怪的這隻熊的貼圖 他到底去哪裡收集這麼多佐藤貼圖 像這邊就是1月30號 他就是因為他太可愛 他就說 我去吃飯 然後我就忍不住回家說 はい いってらさい いっぱい食べてね 然後大家可以 就是如果你有加這個 佐藤的貼圖都 佐藤的帳號的話 你可以密他 就是你密他之後呢 他會立刻已讀你 就是那個 即使我知道這個是官方帳號 他立刻已讀我的那個瞬間 我還是不是就是 有點害羞 然後他也會就是傳一些比較 療妹的 就是譬如說 明天的晚上你時間要空出來喔 這個開けといて就是 大家在譬如說 約人家的時候 比較強勢的人 可能就會說 欸你要幫我把時間留下來 你時間要留給我 所以我覺得佐藤嬉在這裡面 佐藤健康在裡面 這個就是塑造一個 有點強勢的男生的印象 但是有點可愛 因為他用一些奇怪的佐藤貼圖 這樣子 他們也會配合一些時事 像是10月12號的時候 日本好像是有一個台風 然後就傳了一個 台風大丈夫? 家有嗎? 就是你台風你還好嗎? 你在家對吧 就是感覺他很擔心你 然後你就會覺得 很可愛 然後他最常傳的就是這個 就是 就是 你現在在幹嘛 那其實他後面的話 你就會看到他有一些就是 活動的告知 因為他有一陣子 蠻常會在LINE LIVE上面開直播的 所以他就會說 8時から たけてれ 應該就是 他的這個 節目的名稱叫做 たけてれ 應該就是 てれび的那個てれ 這樣子 我要開這個たけてれ 記得要來看喔 這樣子的感覺 一開始你就會先被他這個 你在幹嘛這個訊息給騙到 然後你在進來之後呢 才會發現說 因為你看他其實很心機的是 他 なにしてる 是 6點30 左右 6點29 然後他沒有立刻 就傳那個 活動宣傳 反而是隔一陣子才說 欸我8點要開這個たけてれ 我覺得他們的小編很用心耶 因為你如果是 比如說你隔一陣子 然後你才看到你手機 有這個通知 然後你一看 然後看到他的那個 訊息是直接有出現那個 活動告知的話 你就會覺得說 喔這是宣傳 但是如果你 一看到左層這邊 就是只有命 你說なにしてる 你在幹嘛 你就會覺得 就會點進去看 後來隔一陣子才發現說 欸這是活動宣傳 就還是會 漸漸的怎麼講 有一點 淪陷 對 好我會加這個line呢 其實是 嚕嚕推薦我的 就是強運少女日講 然後 然後他那時候就跟我講 好像是對 好像他跟我講 他就說佐藤健騰會撩妹 然後我就說真的假的 我也去給他聊一下 然後我就加了這個line 然後就很可愛 大家也可以就是去搜尋一下 他的這個公式的line 我覺得你加了之後啊 你可以學到很多 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日文 就是平常我在跟我男朋友 傳訊息 其實就差不多這個感覺 甚至可能佐藤健他比較 嗯 貼心一點 如果你想要知道說 平常生活中的朋友之間 或者是私底下的日本人 會怎麼傳line的話 我蠻推薦大家可以去加佐藤健的line 就是他的小編真的很用心 很可愛 然後而且後來啊 因為最近不是有一個 佐藤健的新的日劇上了嗎 叫做KKTV是翻成 戀愛可以持續到天長地久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怎麼翻的 然後這部戲開始上線之後呢 佐藤健他的那個line的訊息 也變得就是很多 就會說什麼 欸你今天晚上要留時間給我 那其實可能今天晚上就是 他的日劇的時間 然後也會就是 一直推播一直推播 所以我就覺得大家現在是一個 很適合去加佐藤健的line的時候 他有時候還會傳一些 佐藤健跟其他明星的合照 就是說欸我今天忘記跟你拍照了 但是補上一張我跟誰誰誰的合照 當作代替 因為覺得他真的很壞耶 就喔 被騙得團團轉 然後我也覺得其實這個對於 就是劇的宣傳 是一個很很新的宣傳手法 因為之前就是 上次也有跟大家介紹過 有些日劇他們會幫角色開一個 就是instagram帳號 好像這個角色是一個 真的有在經營他自己的instagram的形象嘛 那現在這樣子就是幫這個角色開一個 也不是角色 幫這個演員開一個line的帳號 我覺得這個也是非常有趣的一個宣傳手法 然後覺得如果你是做行銷的啊 或者是做什麼 就是社群的這些 可以參考看看這個 佐藤健的line的手法 我覺得很厲害 那順便也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部日劇 現在是出到第四集 然後它在日本引起了少女的軒然大波 因為我會去看這部戲 也是因為我的日本的朋友圈 他們忽然就一直狂推播 那個第四集裡面的某一個場景 因為那個場景配上那句台詞非常的經典 所以少女們就為之瘋狂 然後狂轉播這樣子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天啊 這是什麼戲 然後又是佐藤健言的 然後我就有去看 然後看完看現在到現在到第四集的 心得是 它是一部非常少女 非常粉紅泡泡的劇 那如果是你像我一樣 是有一點點就是 痾...熟 的話你可能會就是有一些時候 看到那個女主角 就會覺得說天啊 愛得這麼筆直 也是有一點尷尬 看得我們都害羞了 整部戲呢 還是以日劇來說 是可以看得非常沒有壓力 然後如果你是喜歡王道戀愛 就是兩個男生愛一個女生 這樣子的王道的話 我真的覺得這部戲 你看都會覺得蠻輕鬆的 而且即使像我現在就是覺得說 也太粉紅了吧 但是我還是忍不住 就是一天就把四集全部都追完 然後也在等下一集 所以呢 也是覺得這部是可以看的日劇囉 而且很養眼 那你們看到這部影片的時候 我人應該正在歐洲 然後期待我可以帶回一些歐洲的 我跟我的日本朋友們玩耍的一些Vlog 給你們 這是我對於自己的期許 那就是這樣囉 記得要追蹤我的Instagram跟Facebook 上面會有我的口譯工作日常 還有我的生活單字的筆記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我是Tiffany 掰掰 喔對 你們這一集在看什麼日劇 記得要在底下分享給我喔